万万没想到 肉装在上一版本 引领数位英雄 创造T0奇迹后 他竟还能在这个版本 拯救多位下水道英雄 与水深火热之中 让其焕发出惊人的第二春 也正是这肉装盛世 导致猪幽玩射手接连 遇到各种肉装打野 既有超高的坦度 又有不俗的伤害 让猪幽不禁反问道 法师射手该怎么玩 难道琴九的那段经典名言 韩金亮还在持续上升吗 这个版本 射手跟法师 怎么玩啊 这两天我玩射手 对面打野公本出肉 甜味出肉 然后又出来一个什么 韩信打野出肉 然后今天碰到一把猴子 也出犬肉 现在打野都出肉啊 我在后面普攻都论出火星子了 都A不动啊 又肉又有伤害 咋玩啊 咋玩 你不会白手出动嘛 那么肉装搭配上 现在的下水道英雄 究竟能打出何种奇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是超标教主花式的 G八流肉装姬小满 虽然姬小满搭配肉装的双抗不高 但频繁的高额免伤 让花式觉得小满 犹如以前的猪八戒一般 又肉又有伤害 14360的属 7402无抗 583无抗 有点少 原来小满全身都是免伤的 小满全身都是免伤的 就是很强的 有点以前猪八戒的味道了 又肉伤害又高 所以它是姬小满 又像猪八戒 我取名为G八流 没什么问题吧 你别说 在特定阵容里 拿出打野肉装姬小满 真的能打出 金氏海苏般的奇效 甚至月塔怒切 双C都是手道琴来 一个有免伤的坦克 在你面前 哥们 你自己想想看 打我呗 打得多吗 嗯嗯嗯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哇那个烧钢啊 直接查理系的 好玩 这不比别罗好玩 所以想骂人的 他说哎呀 姬小满怎么这么恶心 还有这种玩法 哈哈 你们如果对姬小满 还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试一趟 虽然说不操边的声 还是很强啊 紧接着是国服韩信阿浩 在不久前 课研出肉装韩信 却被广大网友怒喷 误人子弟 但经过各大韩信 天花板的测试后 肉装韩信的评价 又迎来了两极反转 第一位既然在人群 打出一波 顺秒东黄的离谱操作后表示 肉装韩信越玩越爽 这版本肉刀韩信容错强度 在大部分阵容下 就是高于红刀 如果有人一定要问为什么 就拿人师傅这一句话 去解答回复 当前版本 没有一个野和英雄强域来临 但是也是试完几件肉刀 只能说越打越爽 每试过这段韩信的 可以看个游戏多世纪版 第二位韩小新 在试了肉装韩信后 不出意外 与既然的观点一样 直言要当众表扬阿浩 爽 妙的真的 兄弟们 作为一个韩信主播 我忍气吞声了五年 今天被人家捶着打 好 阿浩 今天我就表扬一下你阿浩 真的 我直播间当众点名你好吧 你玩 装备不好用的时候 我不会点名 但是装备好用好玩的时候 我必须点名 阿浩 你这个出装 我是死化 绝绝死 绝绝 好不好 然而最离谱还是童言 用肉装韩信 一口气怒冲上巅峰2300 这也彻底的向大众证明了 肉装韩信强度的上限 肉刀韩信上2300 这我真的是不敢想 肉刀韩信上2300 太强了 他有实力了 这也是 没话说真的 装备一起来随便打 这肉刀 有点顶级 随着多位下水道英雄的肉装开发 菲白也不由地将肉装 运用到李白身上 令人没想到的是 第一次尝试 他便打出了 惊世害俗的一打二反杀操作 这逆天容错 一度让菲白怀疑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李白吗 我出的肉啊 兄弟也没事 我出的肉 我出的肉 老姐 我出的肉 你妹的 感觉到做李白的快乐了 我说出出租的 全是把我杀了 我掉一半写 掉3400滴血左右 3400滴血 他翻以前应该是一套命的差不多 这么爽啊 我哪个烧肝啊 这带是李白吗 我不知道啊 在体验到肉装的超高坦度后 菲白也不再像玩叔叔李白 喂手喂脚一般 而是倒反天刚 大胆要求海悦将自己 拉入幻境 这要是放在以前 李白玩家简直感都不敢想 无敌了 我好贱啊 拉我吗 能拉我吗 没事没事 单的给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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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翻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这种事情 以前求的海悦别拉我 现在求的海悦拉我 你们 爽了 看完之后 大家觉得肉装强度怎样呢 或者说 还有哪位英雄 出肉装厉害的呢 一起在评论区留言交流探讨一下吧